各位好 今天5月24号 我是散人 吃了吗您的 这样这两天呢 我看这海外网站上啊 有一消息 算是一个小小的波澜吧 说是在昌平西关 也就是北京昌平西关环岛那块 一个著名的雕像 李泽成月马入京的那么个雕像 去被拆除了 另外一个呢 还有说的是 有一个消息说是这个长沙太平天国的 那萧朝贵的那个雕像也被拆除了 然后我就好奇一下 就是去看了一眼到底是怎么回事 萧朝贵那个呢 没找到具体新闻的来源 那这个李泽成这雕像吧 说是呢 昌平西关环岛那块要扩容 因为那块呢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交通枢纽 中间立那么个雕像呢 就等于是 把这个它的改造这块给献死了 然后就把它给拆走 拆哪去了呢 拆到这闯王寨去了 就是陕西 好像是商洛山呢 还是什么地方呢 拆那个人造景点那去了 至于说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多少内在的含义呢 那大概而言有一般的人觉得说 哎 说这我党是怎么着 什么意思 最近这个县中太多 实在是不想把这种 所谓的他们一直在夸奖的这些所谓的 这个起义的英雄们是要给收敛一下 让他们赶紧到别处瞎溜达溜达 也别在这天天琢磨着越马洋剑冲入京城 对吧 那那剑可能还挺有名 叫花马剑 这个一会再跟大家说这剑怎么来的啊 然后呢 那你就直接就给拆了呗 这个呢 是一种说法 另外一个呢 我倒是说想跟大家聊的另外一个事呢 是因为我当时看这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哎 我党这是打算着干啥呀 就是打算从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了 因为一直以来呀 我党是有两大属性 一个呢 一直呢 保持着这个革命党的天性 就是他一直没把自己转型成一个执政党 另外一个呢 保持着地下党的特性 就是干什么事呢 都是地下给你操作着 让你呢 他妈总觉得这帮人不像一个正经八百的执政者 像是那个转了正的黑社会 大概就是这么两种路数 结果呢 就等于说一说 哎 这要换了的话 好像另有玄机 不过呢 因为原来我在那个 因为我后来在北京生活的时候 就是从那个 从石井山就搬到那个 搬到昌平 然后从昌平搬到这个 呃 城里 那就是说 就我们家是从城里搬到石井山 再从石井山搬到昌平 再从昌平搬到城里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但是昌平那块我是比较熟的 那确实他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在扩容的时候 是要把这个就改造这边道路的时候给它拆掉呢 是他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实际上来讲呢 能把它拆掉可以放在很多的地方 给它放到那个所谓的这个闯王寨那地儿 离京城很远 自然有它的某种程度 某种意义 某种意义 可是是这样的啊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太可能是完全的叫什么呢 就是就是是他怕什么献中啊 或者是改变成从那个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 这为什么不太可能 完全是这种的 因为这是我党的一个立身之本 就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共产党是一个到底是什么党 共产党啊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这么说吧 那我给大家这么解释一下吧 它大概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成功了的太平天国 就是真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最终成功了的太平天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就是有几个比较 首先第一个呢 你可以看一眼太平天国当年是拿着什么玩意儿来 来号召大众跟它起来造反的 是洋教 哎 中国历史上啊 大概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宗教战争虽然没有 但是打着这个宗教的名头 然后起义的 这可是特别多 起义反抗当权者的 这个特别多 不光是这个 一般来讲吧 中国的宗教呢 比较平和 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道教啊 这个佛教啊 他们之间宗教战争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说两个宗教或者一个宗教当中的两派打起来 这东西叫宗教战争 但是呢 打着宗教的名义去跟当选者对抗 一般来说呢 这不能完全叫宗教战争 所以中国呢 没有宗教战争 但是呢 他有什么呢 他有打着这个宗教名头 去跟张权者打仗的这事儿 从哪一开始 我们他上学的时候 教科书一说 一说起来大规模农民起义 首先第一个 您看的是谁啊 张角啊 对吧 黄金军 东汉末年的这个黄金军 黄金军起义的时候用的是谁呢 用道教的名头 而且呢 格剧呢 也是这个道教 谁呢 是这个 呃 是这个张鲁 对吧 张鲁是五斗米道的 通通从他爷爷那边传下来 呃 或者是太爷爷那边吧 这个还有一些争议 张天师那一路下来的 而且这两个宗教 这两个呢 都是道教的这个 呃 怎么说呢 都是道教本身的这个分支 他甚至于就奉的道经都有很像 叫太平清岭书 所以呢 这两个 这是道教开始 后来再往后什么孙恩 鲁巡呢 再往后的各种白莲教起义 明代的起义呢 是有金庸小说里写的是这个明教 实际上而言呢 它那个更多的是白莲教起义 它是为什么明代对白莲教查得特别严呢 就是说呀 这个白莲教 它本身是当时在明朝 就是元朝末年啊 那个支撑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精神资源 起义军的精神资源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这种 中国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农民起义 都背后有宗教这个身影 但是外来宗教让支撑的 那就是最后一套活了 这谁呢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呢 是这个变形的基督教 就是天主教 但是你说它是天主教肯定没人认嘛 对吧 就那个洪秀全那两下子 大致而言 他对天主教的了解 跟他写的诗的水准也差不了多少 我们都可以看 您有兴趣 您可以搜一下这个洪秀全 咱洪天王他曾经写过的这些诗作 您马上就能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露出的玩意儿 对吧 那像这样的这种人 他拿的是国外的宗教 变形之后 其实都不能叫变形 那东西都是应该叫魔改 魔改以后天主教 然后呢 席卷 半壁江山 几乎是中国历代的这个所谓的起义当中 最杀伤力最强的 因为死人最多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回过头 你再看那个 看这个中共 中共其实呢 也是 他拿的是国外的这个理论 对吧 马克思主义嘛 共产主义这套玩意儿 他其实变形也变形特别厉害 而且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他成功了之后呢 他在他手下的冤魂 对吧 就是包括内战 包括什么的这些冤魂 那也不比那个洪秀全能少多少 所以说呢 就是像这 其实可能还比洪秀全可能还多点 这个我没有具体考证 因为这两边的这个统计数字还是相差蛮大的 就是从低到高 比如说像那个 像三年大饥荒 低一点的统计数据大概是1200万左右 那高一点统计数据说是能到到5000到6000万 所以说这个就没有办法完全比较 所以你看 从根基上讲 从根基上讲 就是共产党啊 他实际上真的 你从各个地方看 他都像是这个成功了的洪秀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党 他一旦说获得了这个政权之后 他把这个所有的像这些农民起义啊 都给包装成这个反抗正义的 站在正义这一面 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正义呢 肯定啊 那农民起义或者怎么样 他绝大部分啊 应该是绝大部分 应该是有他本身的这种 应该叫什么 迫不得已 应该叫迫不得已的一种行为 包括 你哪怕像包括李泽成这个 对吧 他下岗了吧 没得吃嘛 对吧 他农民起义 而且那个时候各种的捐税 然后把农民确实压榨的非常非常辛苦 然后他们活不下去了 再加上天灾人祸 那就求食呗 对吧 当年有一种有一个军队 还叫什么求活军吗 还有这种军队的 但是呢 就是说 真正把李泽成给捧的特别高的时候 因为在原来啊 就是在那个 即使是到这 即使是到这民国时代啊 就这几个就所谓的农民起义 包括李泽成 包括这个太平天国 甚至包括义和团 都是一个负面评价 而且呢 在这个 在西方 甚至于马克 像这个 像谁 像马克思他们这帮人 就是共产主义的老祖宗 他对这些东西呢 也没有任何的好评 但是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给好评呢 一个是 一个是呢 他需要找一些呢 这种自己造反的这种 古以有之的 这种势力以及资源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呢 有一些文学作品呢 也是把这个玩意儿啊 给怎么说呢 给做的一个 给往前推了一步 比如说吧 我们所知道的李泽成的这个历史啊 大部分来自于哪个呢 来自于著名的小说家姚雪银 他写的一部长篇小说 叫做这个李泽成 这本书写的时间非常的长 这个写作时间非常长 它是1957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了 大概是在那个1963年 1963年的时候 那他呢 出版了第一部 一共啊 这东西啊 有五部 就是顺着下来有五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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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姚雪银写这个李泽成的这些书 写到什么时候呢 写到了呀哈 1999年最后一部才出来 历史小说啊 就是同样一部的历史小说 它能够这个写这么多年 这也是非常少见的 一共等于是写了大概是42年的时间 把这五部书出全了 大概是三百万 三百多万字 哎 这个数字还是就简直就快成 你现在网络修宪小说大家可能一看我靠 说他妈的两三百万字不当回事 但是你正规的这种小说 历史小说 你要写到这么多字 其实是一挺难的事 而且呢 写到57年开始写 后来不就中间文革了吗 那这样写这个的时候就是老毛子的蜡足 就专门还对这事做了批示 说你们那有一小说家叫姚雪银 他呢 你们要保护好的 让他把这本书写完 所以呢 在整个的大环境之下 就是大家也把这个李自成 作为一个正面典型来看 甚至于连带着他的那些 就是那些其实实际上是一帮流氓无产者 然后杀人如麻的一些暴徒嘛 也都变成了一个正面形象 比如说里边有刘宗敏 甚至于包括像张献忠那样的人 他都算是不能算是完全的正面形象 也差不多有点有点那意思了 他就必然要赋予他们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光彩 否则的话呢 我党在这个 他是无法解释他在这种自己造反 对吧 你必须造反有理嘛 对不对 你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行为 以及这个思想资源 思想资源有了 但是你的行为逻辑的这种正当性 它要建立起来 所以呢 在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现代史上 就是把在49年之后 把这些原本大家都知道 是他妈一帮臭傻逼 然后呢 这个做的这个特别糟心的事 有一定的正当性 但是它其中包含的那些这个愚昧 以及包括他的这个 包括他的这个就是残暴 对吧 他都不说 那就像台平天国似的 大家一说起来都是什么天朝填母制度啊 其实天朝填母制度没有实行过一天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当时分什么男营女营 然后多少多少个王爷 多少多少 这个一般的 一般如果你不去特意的去读这个书 他也没有完全屏蔽这件事 但是呢 他不交给你 因为一般老百姓他不会说去 去把这个去整个去读这个历史 他只是偶尔了解一下 包括李自成 包括李自成在他能够他进了这个北京城之后 在刚开始什么样 然后转手什么样 像刘宗敏他们那样的那样的将领 后来又变成什么样的这种人 对吧 他不是变成一直也就是这种这种套的人 然后他们去那一片石怎么打的这个仗啊 然后其他还有其他一些什么 包括鼠疫啊 包括这个小兵器 反正这一套东西 老百姓是不认这个的 他只要你给他说他的诗的 把他愿意听的话 或者是说你想他知道的东西跟他说 比如说什么这个反封建 义和团的反封建反殖民 他妈的义和团直接就臭傻逼的封建那是 封建都封到没边了这种玩意儿 那你他然后反殖民对吧 实际上实际上那会儿殖民 人家还没殖民你呢 他妈都是都是你这个都是你的一种一种一种意想 他只是去不想接触这个社会 不想接触这个世界而已 闭关锁国嘛 那这些东西把杀了杀了特别多的这些无辜的传教士 以及包括像是这个 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是还有这么教育呢 说当时一和当时的传教士那个拿那些 拿一些孩子的器官 然后呢什么眼睛 还包括什么做实验 然后呢去那个做药 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 还有一些书还是在这么宣传的 当然后来现在就不太这么说了 像这样的这种这种这种宣传模式呢 就就构成了这种所有的把这些农民起义啊 包括像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啊 就都给剁成一打包成一个好玩意儿 打包成一个好玩意儿 但是中间呢也有一些不太 就是说不太跟这个李自成有关系的这些东西呢 比如说像这个像这个郭沫若 郭沫若他当年你必须得承认啊 郭沫若是一个比较有才的人 这个毫无疑问 他是非常有才的 而且呢这个在很多的领域当中 他是一个绝对的权威 他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 大概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1944年三月份 他写过一篇长达16000字的文章 到今天为止影响还是非常大 叫假身三百年纪 这个可能各位有可能有人看过 16000字文章 他假身三百年纪什么意思 就是当时李闯进到那个进北京明朝灭亡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时候 那他当时去去把当时的情况描述 然后说这个这种这个 反正就那个那个时代那些事吧 就是说你当时有多多糟糕多糟糕 然后呢这个如何如何 为什么离闯最后倒霉又又弄出去了 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就已经引起了当时老毛的注意 而老毛当时就在四月份的时候就说 因为当时这个公共有水片文章呢 发表在这个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 这就看出来这个国民党为什么玩不过共产党了 中共的机关报啊 在重庆这么发行 你一点招都没有 对吧 那OK好 那就是说李闯王他为什么说这个能够失败呀 或者如何如何这些这种教训 那老毛就做了这个批示 就是说这个大家要学习这事 然后后来呢 还有一个呢 到什么时候呢 到了大概是在这个黄延培 黄延培去了这延安的时候 也是那会儿的也是一个人物 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著名的 说这个历史周期律这个说法 当时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姚洞队 他跟老毛在那这个说这事 说中国历史是一周期律的 你如果你逃不开周期律 王朝呢兴盛 然后衰败 他是一个是一个循环 那老毛当时说 我们已经找出了这个 找出了这个周期律 破除这种周期律的模式 我们就是要民主 这就是老毛这种人 我不知道他当年是不是真有这种想法 但是这个东西就跟脚踏板似的 那你上车之后 那马上这个心态就变了 得了天下之后 我党这关于民主这件事吧 就到今天为止 演变演变变成了 咱们圣上现在说的这个全国成民主了 那大概大概就是这样 那像这样的这种 李自成这个 他整个的给我党的这个教训 以及他的这种 在中国的舆论上 包括史书上 几次的这种翻转 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党到今天为止 你说他是不是 还是说当年的一个 把它作为一个资源 就是他本身合理性 合法性的一个遥远的一个资源 现在依然是 你不用去想 他说我党说 哎呀那他已经不再是这种革命党了 他是要执政党啊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离李自成最远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其实是老江的时候 老江和那个涛哥的前半城的时候 他是希望自己整个政党 开始某种程度的转型 变成一个从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 从地下党变成一个 能在阳光下走的一个玩意儿 但是呢 就这些年他就改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不常年的 用各种各样的事儿啊 就是折腾老百姓啊 你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 对吧 你实际上你作为一个一党专政的 然后长期执政 并且是连连自己内部的这种 这种轮替制都不能够实现的这么一个祸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从革命党转化成一个执政党 他必须得延续这种 就是不断革命的这种路数 如果你不对 他其实不叫他现在不叫不断革命 他叫呢 制大国书落大饼 然后各种各样的模式来折腾你 这个才是他真正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 到今天为止你看我们现在特别期待的说 李自成这塑像挪走了 他是不是要变成执政党了 可能性不大 那李自成这塑像挪走了 他是不是怕大家从李自成变张献忠啊 其实李自成跟张献忠相比啊 没从 除了商洛山之后 除了商洛山之后是有了一个本质区别 但是实际上在那之前没有太多的本质区别 但是就是说他进 但是他一到进了这个繁华的这个北京 他其实又变回去了 就还是另外一个张献忠 就是说呢 那是不是说献忠时间太多 不要让这个这种这种暴力的啊 推翻的这种东西在我这在我这在立着 有没有可能性呢 有但是也不多 那他更多的 因为这个改这个昌平西方环岛这事 在17年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 基本上决定了 然后后来就没一直没太动工吧 这个但是他现在开始动 这个也都也都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的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理论上讲啊 理论上讲 我个人更倾向于呢 现在呢 那边在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 但是呢 也有一部分的这种这种可能性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就是呢 他确实也不太想把这针塑像还在这这么搁着 免得大家 免得大家怀念嘛 就跟大家怀念李克强似的 虽然我一直认为李克强 也不算什么好鸟 然后但是呢 你重点是 重点是你不能怀念他 对吧 OK 就把他给挪到 其实他完全可以挪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再建一个 再建一个 再建一个什么 一块草坪 就足够把他那个塑像给搁在那了 那把他给挪到那么老远的地儿 我估计也是有一种 就是说大家最好不要说学学李自成 最好还是学做一些顺民 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那大概就是如此 不过呢 说起来的话呀 这个怎么说呢 国党只要不改这个意识形态 就是说他不把这些 他所谓的这个历史虚无主义这条东西 不把他这个真正历史呈现给大家呢 我相信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整体的这种走向 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虽然我们从历史上得到的唯一的教训 就是说得不到历史教训 但是呢 多学一点历史 看看这些东西 不一定有坏处 大概就是如此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瞎扯几句